本赛季NBA已经画上了据点,随着猛龙队接锅总冠军奖杯,休赛季一场自由市场上的风起云涌,又将拉开帷幕,勇士对本赛季总决赛可谓遭受了重创,杜兰特和汤普森的重伤,将为他们下赛季的进程蒙上一层阴影,更加让管理层头疼的是,除了续约杜兰特和汤普森以外, 勇士对管理层今下将面临诸多的选择,因为球队有很多球员的合同,在今年夏天将要到期,其中中锋位置球员合同,几乎全部到期。 目前勇士对中锋位置有考心思、伯古特、鲁尼以及琼斯以及小个阵容顶替中锋的贝尔,这五名球员今年夏天合同都将到期, 根据总决赛的表现,以及科尔赛季当中的承诺,鲁尼毫无疑问将会留队,科尔曾经承诺会给鲁尼提供一份匹配他能力的报价合同,想必鲁尼肯定不会拒绝,从总决赛的带伤作战,便可以看出他对于勇士队的忠心。 另外下赛季鲁尼毫无疑问,将会成为勇士队中锋位置上重要的球员,有稳定的出场时间,他肯定不会轻易离开勇士队这个体系和氛围。 而伯古特此前便声明,他打完这个赛季之后,将会继续回到澳洲联赛,不会在NBA继续打球,而剩下琼斯明明是球队选项,而且所占的薪金空间并不大,所以勇士队可能会将其留下。 至于贝尔,从这个赛季来看科尔,几乎失去了对于贝尔的信任,他在场下所闹出的一连串新闻,更是让勇士队有些厌烦,所以他可能会被勇士队放弃。